哈囉我是星號 為你將比賽的重點畫上星號 接下來帶來是交易大線後 表現都更上成樓的七歐人和獨行俠的對決 兩隊上次的交手 由盧卡帶隊在下半場逆轉獲勝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點擊資訊欄的連結 觀看我之前的解說 而這場在兩隊陣容有所變動的情況下 會對比賽結果造成什麼影響呢? 就讓我們從比賽片段來一探究竟 獨行俠開局就對 MB 採取積極的包夾 只要他有想要進攻的意圖 就會馬上遭遇第二個人的夾擊 逼他將球傳出 效果算是相當不錯 因為先發的賽博進攻能力不佳 所以獨行俠在輪轉環園上 比較不容易露出空檔 甚至有時候可以大膽的放掉賽博 直接協防 像這波Dontish完全沒理會繞走的賽博 發動包夾造成 MB 傳球失誤 觀眾可以從我先前的影片看出 越來越多球隊會利用賽博的弱點 來防守七歐人 只有七歐人發動 Chicago Action 一般來說這名球員是會具有射程的 但因為七歐人是讓賽博去射掩護 所以防守他的Dontish可以直接站在禁區協防 這導致Harden切進來後直接被蓋掉 雖然賽博也會利用空切或是積極的跟進 來試圖反擊對手的防守策略 但現階段對手放掉他都還是能有不錯的成效 因此如何增加自己進攻威脅 是賽博職業生涯最重要的課題 大家之後看比賽時 能多注意一下各隊是如何防守賽博 這點以上的攻防 絕對是七歐人比賽的一項關賽重點 而球場的另一邊 七歐人首要目的則是要限制Dontish 擋拆時他們會讓一名球員在後追防 阻止Dontish在外圍輕鬆出手 內線成隊的防守則防止他直接切入 同時對高調球也相當有警戒心 因為獨心俠的內線攻擊能力都較弱 不讓Dontish找到手感或是逼他傳球 是想獲勝的一大關鍵 像這一波追防的壓力加上內線的斜防 導致Dontish的傳球被射下陷阱的賽博可以抄走 獨心俠決定用西班牙擋拆反擊 Dontish這個雙手握拳交底的動作就是信號 而Cyborg注意到後 也比出同樣的手勢和隊友失憶 可以看到MB為了不要被西班牙擋拆 來自後方的掩護給擋掉 選擇沉退到叫聲的位置 但沒和隊友溝通好 結果露出一個超大空檔 讓Dontish13分出手投緊 這一波也是西班牙擋拆 沒有了MB擋在前頭 Dontish在擋拆後擺脫Cyborg 從距離跳投得分 加上Broncen這場打得10分出色 用七成的高命重率攻下24分 除了開場就連拿7分之外 對上替補的Jordan採取沉退防守 平平用穩健的中距離拿下分數 幫助獨心俠掌握比賽前段的領先 不過其右人本場的防守 不斷在盯人和2-3區域連防中切換 常常能在獨心俠打出一波氣勢或是暫停後 適時的擋下對手的攻勢 如果維持一種策略太長的時間 當局就能靠他出色的比賽解讀 為隊友找到空檔 但若是不斷更改策略 勝這球突然在邊線又發動包夾 就有機會造成Douches的失誤 良好的防守也讓其右人 在第二節末將比分嘴趕的上來 可以看到快攻得分後 MB 又再次做出他那不知所云的慶祝動作 而在半場進攻中 因為MB 失球後被包夾 其右人改為主打Harden與MB 的擋拆 效果十分顯著 因為Harden擋拆後的地板傳球 可以說是練到爐火純青 加上獨心俠的內線本來就比較矮小 更別說其他血防的球員了 所以MB 只要在罰球線以下的位置接球 就是輕鬆的兩分入袋 就算沒有進球 也會靠他精湛的演技上到罰球線 如果對手過於顧忌MB 的弱硬 那Harden 就會得到空檔出手的機會 其右人就靠著這兩人的組合 在半場前將比分給反超 下半場的其右人 也是繼續交替使用盯人和區域連防 雖然當局仍能穩定找到隊友的空檔 但也成功限制住他的得分 讓他無法接管比賽 雖然人傳出10次助攻 但經以25%的命中率攻下17分 即上次七歐人被攻下33分大三元 慘遭逆轉後 也算是完成了一次對獨行俠和盧卡的復仇 而下半場的獨行俠 選擇繼續放掉賽博 不過這場的他有把握住機會 將對手放給他還一樣大的空檔投進 而且還投進了兩顆 對七歐人士氣有很大的提升 且在交易來Harden後 七歐人還有一個很喜歡的戰術 就是讓尼彥來替Harden掩護 透過Harden強大的進攻威脅 來替尼彥創造空檔 只要防守一枚溝通好 尼彥就能等到3分出手的機會 或許Harden在籃網就常和Mills做這樣的搭配 而這場光是在第四節 尼彥就投進了兩顆價值連成的3分球 幫助球隊拉開分叉 後來獨行俠為了不要露出空檔 選擇直接換防 但這就讓Harden得到攻擊防守較差的 Din Widdy 的機會 包括連續多次在他面前後撤3分得手 以及輕鬆過掉他後造成犯規 或是吸引斜防再分球給隊友 像是這波他就高調給Jordan 一開始沒進但後續的補籃將球補進 在Harden不斷進攻Din Widdy 的情況下 獨行俠沒能想出更好的對策 只能眼睜睜看著比分被逐漸拉開 而讓MB 回到場上後 Harden又轉變為助攻模式 連續漂亮的傳球 讓MB 在中距離有輕鬆出手的機會 最終七位人就靠這一波尾盤 在主場拿下勝利 這場的七柔人算是贏得相當漂亮 雙新的搭配很順暢之外 防守端也靠靈活的調整 讓對手抓不到節奏 七柔人今年其實滿常使用2-3區域 因為可以讓擅長互框的MB 留在禁區 雖然MB 的活動力其實是可以到外圍防守的 但之前我有提過 只要他一出禁區 後續的先防者身高都不足 容易讓籃下失守 所以盡量把MB 留在禁區會是較好的選擇 另外我其實滿喜歡七柔人在 Jordan 上場時 採用區域防守 在他的活動力已經嚴重下滑的情況下 帶在禁區防守對他來說是最有利的 只要他在防守端不要失太多分 就可以靠進攻端 Harden 的餵球 幫助球隊停過MB 休息的時間 也因此我算滿認同這一批補強 至少比攻防兩端都不能用的Musep 來得好上一些 不過從這就能看出七柔人明顯的弱點 那就是替補的深度不足 Harden 的到來卻是為隊友創造不少空檔 讓妮艷、Jordan 這些角色球員在和他搭配時 能夠更容易的取分 但說到底他們也不是能穩定上雙的球員 加上先發的賽博得分能力也不佳 等於是七柔人幾乎只靠另外四名先發再取分 現階段 Harden 和 MB 的組合確實相當強勢 但 Harden 的表現相較 MB 還是比較不穩定 如果 Harden 當晚表現不佳 七柔人就會陷入苦戰 因為對上的其他人很難填補他的火力缺口 且在漫長的季後賽之旅中 如果球隊受到傷病影響 那造成的結果也會是致命的 以上是我認為七柔人本季比較大的隱憂 但若是健康的話 以他們現有的陣容實力已經是相當強勁 而獨行俠方面 在交易來丁維迪後 靠他出色的表現贏了不少比賽 現在的獨行俠除了 Luca 和 Bronson 外 還多了一名能在戰術中擔任持球點的球員 這讓獨行俠的攻勢更容易延續整場 像是這一波丁維迪就擔任持球者 在掩護後判斷對手都擠在禁區 中距離姬亭跳投得分 他也能和 Bronson 有些手低手的搭配 讓對手的注意力不能只放在一個人身上 這也是他們今年所擁有的優勢 但在季後賽戰場 丁維迪仍很有可能像這場在防守端被針對 球隊必須想出擺上多名後衛時 防守端的解決辦法 雖然防守好的 Bullock 回歸後 難一定程度解決這個問題 但丁維迪還是必須努力讓自己留在場上 這樣前面提到的那些優勢才有辦法發揮 大家對如今的七柚人和獨心霞有什麼看法呢? 兩隊都迎來球隊期望的戰力 並成功的轉換到戰績上 過去兩隊都在季後賽藏過不少痛心的敗仗 今年肯定不想要重蹈覆測 七柚人有辦法前進夢想多年的冬冠嗎? 獨心霞這次能不能走出第一輪? 歡迎在底下留言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 那麼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喜歡我的朋友不要忘記幫我按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也歡迎追蹤我的臉書及IG 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我的最新動態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